來得占卜算命,結果當然有辣有不辣吧? 如果結果是好的,固然值得開心, 但是這樣不代表你可以繞上雙手硬硬腳,什麼都不做。 你試下如果我跟你說, 接下來你的工作上會升職加薪, 但是明天你就回去拍檯罵你的老闆, 你猜一下你的工作運氣會怎樣? 同樣道理,如果結果未如理想,其實不需要太過悲觀, 請始終相信人類是有free will、自由意志的, 命運在你手,自己的人生道路是自己走出來的。 其實Trim Book 算命是跟你說, 你人生預設的地圖是什麼樣子, 讓你去看看這幅地圖的樣貌, 但是走不走是由你自己走出來的。 正如馬路上的交通黑點, 不是就你這個位一定會撞車死, 只是提醒你這個位置很危險,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還是醉駕,看著手機在開車, 那九成九一定會撞車。 但如果你聽完這些運氣之後, 你見到這個交通黑點牌, 然後你打醒12分精神, 發生危險的機率一定會大大下降。 又正如你在一條河裡游水, 去預測你的運氣, 其實就是跟你說這條河流的面貌。 咦?接下來順流喔! 那你便可以便宜一點, 舒服一點, 但是不代表你不游水, 就什麼都可以OK的了。 即使你真的有好運, 那靠這個好運去push, 可以push你去多遠呢? 難道你覺得你可以留在家裡, 吐臭,發霧等運動嗎? 沒有這支歌仔唱的嘛, 這個世界上。 喂,我們經常都說, 就算見到你有還財運, 你都要肯自己去買六合財, 是不是? 那如果走的運勢未如理想呢? 就正如我們會提醒你, 咦?這條河流, 你小心前面會有急流, 有漩渦, 那你就要好好去想定了, 你是不是要事先準備定水泡呢? 甚至如果太危險的話, 你是不是需要上岸呢? 正如那個交通黑點的比喻, 我現在只是提醒你, 前面有逆流, 而不是就你一定會浸死, 所以你需要迎難而上, 以及要遇到更加辛苦了。 所謂的衰運, 其實就是跟你說, 你接下來做事會時倍功倍, 而行好運就是跟你說, 你接下來做事會時半功倍。 Anyway, 做人就麻煩樂觀點、積極點, 我都希望, 如果我跟你說的運勢, 醜的不靈就好的靈, 怎樣都好, 其實來得占卜算命去看運勢, 我們為了的事就是, 吹急鼻胸, 這個才是我們最正確的心態, 鼻胸者, 即是說, 聽到不開心的事, 首先, 麻煩不要給他影響, 因為你越悲觀的話, 就會越吸引負能量回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自己去應驗這個語言, 自己去吃這個勢頭, 對不對? 所以首先, 麻煩記住, 記住, 記住, 你要小心翼翼地, 防止這些不好的運勢發生, 而不是叫你聽完不好的運勢之後, 就在這裡一哭二鬧三上吊, 好, 最後呢, 同時建議去看下我Facebook的文章, 必看命運是什麽一回事, 對了, 最後呢, 就祝一下接下來的好運, 好運到板板聲, 對這個嗎? 好啊, 我們一起去講解了, 你好好, 好運喔, 不愉快些不能在家裡, 真的嗎? 自己都在家裡, 好我了解喔, 往前往, 二ião頭, 走路阿邦、 我晚上對你去看, 讓你去看我, 我還要使用你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